大家好,我是Den 50-50即将会收到首次结算的消息 惊讶了韩国网友们 11月9号,所属公司对媒体表示 50-50的因缘收益结算即将进行 计划在扣除相关费用后 将通过50-50的活动产生的收益 作为结算金支付给Kina 结算金将在11月底支付 包括在Ottract的3年 对于经历了7年的利息生生活 以及专属合约纠纷等艰难时期的Kina来说 这次的结算有着非常特别的意义 目前在韩网除了有 哇,Kina太幸运了 那三个人会是什么感受呢? 等的反应之外 这么快就能拿到结算 更加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因为50-50是去年2022年11月18号出道 现在出道还不到一年 甚至这期间因为有人搞鬼引起合约纠纷 有好几个月都没有活动 也没有接任何广告代言 仅靠歌曲Cubit的因缘收益 就让公司有亏转赢了 大家知道这是多么惊人的记录吗? FT Island的Yongi曾经在节目中表示过 自己是出道5年后才拿到首次结算 2M的球官也表示过 自己度过了8年的利息生时期 虽然从出道曲就爆红 也出演了非常多的综艺节目 但是生活一直都很辛苦 直到出道3年后才拿到第一笔结算 曾经红饭天 一年拍了10多个广告的AOS Hotion 也在节目中表示过 很长时间都没有任何收入 在出道3年后才拿到首次结算 而Mumorendo Yono曾经也在节目中吐槽过 出道3年了也没有任何收入 当然也有像女君子一样 出道2个月就拿到结算的IDOL 但是大部分的IDOL们 平均都是在3年后才能真正拿到钱 所以5050再不到1年的时间 仅靠Cubit的因缘收益 就能拿到数千万韩元的结算 真的是非常惊人的记录 如果成员们没有引起纠纷 继续活动了的话 每个人最少能拿到数益 也会参加Bitroll的颁奖典礼 真的会爆红欧府爆红的 唉 不过现在虽然是被解除合约了 但曾经是5050成员的3个人 实际上会不会拿到一点结算机 目前还不确定 但确定的是 随着5050的因缘收入增长 成员们要负担的违约金 也会越来越高的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如果他们有一支正常活动 并且派了广告的话 每个人都能赚到至少数益 哎呀 真的是活该 其他孩子们不也应该得到 才不会有问题吗 虽然之后都会被使用在违约金上 他们没有活动 却在一年就拿到结算 之前JYP在节目中说过 只要一首个进入Peerboard 就能够吃穿不愁一辈子 看来这是真的 到了现在 他们应该已经理解了整个情况 他们应该只是在用心理胜利法坚持着 现在看到这个消息 应该会更加感到现实打击吧 即使已经知道事情错了 但Kina为了说服成员们 承受着责骂最后才回来 实在太令人心酸了 希望他未来能够走滑路 因为这次事件 大家完全认识了全代表 Attracted和Kina 也获得了投资 真的是个happy ending 其他三个人 现在会有什么想法呢 对于5050 获得首次结算的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我跟节该 amend ram 人像 干什么 我有没有 颜色 我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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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